2019年的第一天 国内餐馆和十四正式列为禁烟区 配合今天开始启动的禁烟令政策 卫生部部长纳多斯里祖吉菲里 一早也前往交赖皇后镇一带 巡视当地的餐馆 部长就透露卫生部不排除 将进一步扩大公共场合的禁烟区 包括自住洗衣店在内 祖吉菲里也表示 首六个月将会是禁烟政策的缓冲期 卫生局将从教育角度出发 等到7月1号才开始严格的执法取缔 配合今天开始落实的新禁烟政策 卫生部部长纳多斯里祖吉菲里 今天巡视了首都一带餐馆的情况 他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为了避免民众受到恶守烟的危害 卫生部将考虑进一步扩大禁烟区 祖吉菲里也表示 公共用餐地点的禁烟执法行动 将在六个月后才全面落实 而目前首六个月政府会着重在教育民众 针对有七名燕民代表入兵法庭提出司法检讨 阻止政府实施纪念政策 祖吉菲里表示 民众有全部认同政府的政策 不过卫生部的决心将不会动摇 MTVT综合报道